不许哭了 妈 不让我哭 怎么你自己还哭啊 妈 你也别哭了 妈 别哭了 我错了嘛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这句话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到底听不听妈的话 听 妈 你说什么我都听 从今天起 我不许你当着外人的面 说你是我林敏君的儿子 妈 你不是原谅我了吗 你怎么又说不要我了呀 妈 你给我起来 我不起来 你不靠我这么意思 我就不起来 你不是说 你从小没有夫妻竟被人欺负吗 以后你出去就说 你是刘天祥的儿子 妈 我说我是叔叔的儿子 没关系 可你是我妈呀 你给我闭嘴 我要你明天开始 就去王少华的公司上班 我不去 你敢 妈 什么事我都可以答应你 但是这件事 就算打断我的腿 我也不愿意答应你 我真的不愿意再见到那个垃圾 更何况让我到他公司上班去 你刚才不是还说听我的话吗 你现在不听了是不是 那 你现在就跟我搬出去 再也不要我回来 妈 妈 妈 我去还不行吗 nous 他 他 他 哩 战 愿意 你的 我 在 只想以外 或者是人员 你做得到吗 好 妈 既然我答应你 我就一定做得到 你别再传过我好不好 妈妈不想 怕到你被抓得太不幸 妈会受不了 妈 妈 妈 你放心 我以后 再也不要你担心 好 你们洗脸去吧 敏君啊 你教育孩子 你打他骂他 我都不管 可是刚才的事 我真是不明白 你怎么让他去那姓王的公司上班 不是说好了 让他来我工作室帮我的吗 天香 我也有我的苦衷 因为王少华的 你老实告诉我 那个姓王的 是不是家有的爸爸 不是的 我让家有去他的公司 那是因为 家有的性格实在是太任性了 我想让他历练一下 你 你太蠢他了 太疼他了 这样下去真的不行 你也没有 我明白了 归我还是个做老师的呀 我从小就把家有 当做亲生儿子一样 爱他疼他 教育他 可我居然没有把他教好 我这个老师 我去做老师 太失败了 天香 你别这样 我不是这个意思 工作室那边 你要找别人吗 天香 家有 你知不知道 我让你跟你爸爸相处 就是要把你的个性摸给你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把你的身世告诉你 我 我 你 你